这一波的机会的话 其实是比较高一点 感谢阿文塞 提醒你 刚刚阿文塞说的重点 非常重要 明年的第一季 它将是充满了科技风 哪些的科技公司 它的业绩很好 它在明年第一季 发挥空间就很大 所以端看公司的获利状况 EPS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 非凡商业周刊 我真的不佩服 民权界等等 你知道吗 非凡商业周刊 其中有一个是我们的大独家 什么的独家呢 就是我们请了国内的券商 这些研究部门 把上市会公司的EPS 哪几家公司很好 不好的 全部都一篮表列出来 非凡商业周刊 到现在已经有四家 证券公司列了 陆陆续续 大约还会找 九到十家左右 我们不是老王卖瓜 而是因为它够客观了 你在调股票当中 基本面是最扎实的 要自己找 而不是说听谁讲 听谁讲 或自己估 不是 用客观的数字来说话 多达九到十家的券商公司 估明年上市公司的EPS 很重要 还有一点 也重要的就是 外资 当然不再说 如果公司好 外资投信就会站在买方 哪怕今天礼拜六 它照买不误咯 档数多耶 四档耶 友达又把它买回来了 这个外资 友达跟群创都把它买回来 同买的是友达 常如航空 南亚科 联电 同买超 同卖的部分呢 是日月光 总之呢 现在盘面上您 要更用功了 追基本面啦 追筹码啦 追技术面啦 只要钓鱼技巧都学会了 操作股票 获利 靠自己 那明年 您会不会多被课税呢 还是说 会不会罚款增加呢 也要靠自己 因为你如果没搞懂 被罚了 就不要怪别人了 所以玉堂啊 听说明年好多民生 股市 财经相关的新制度 新规定哦 全部上路 来 其实有一些 我们讲比较息息相关 先从报税的一个部分 先跟各位做一个谈起 因为明年报税 就是说 报2015的一个新制 你2016要报2015的税的一个部分 它有所变化 我们都知道这个 这个急剧的一个部分 拉高到六个等级 就是所谓的富人税啦 我们先前 应该大概百分百以多 谈论过 就是超过一千万的部分 你所得超过一千万的部分 一年的总所得超过一千万 对 那超过的那个部分 你要刻45%的一个 所谓叫 我们叫富人税的一个规定 再多一个45%的急剧嘛 对 以前好像最高是40 对对对 那现在多了一个 这个45%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这个是说 就是我刚刚讲的 2015的时候 你适用这个税率 你在2016的时候 报税是适用这个的 好 那再来去看 那对一般人 我们讲 当然这是高所得 那对于我们这些 比较一般的一个收入来讲的话 就是有优惠 优惠在哪里 就是个人的标准扣除额 它有做一个提高 过去是7万9 明年可以到9万 那有配偶的 当然我们讲这个 它有提高到18万的一个部分 等于说有家庭者 它让你多这个免税额做一个提高 那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跟生性障碍扣除额 从10万8 也调高到12万8的部分 也就是说 你在2016报2015的税收的一个部分来说 相对来说 你的扣除额它是做提高的 好 这个是我们相对来说 一般人都可以去做一个受贿的 那再来去看到就是 刚刚阿文帅有讲到这个 鼓励扣底税额减半的部分 这个就是刚刚谈到的 它的一个隐忧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一个 弃权型的卖牙 其实很简单 当然一般我们可能 张数不多的人感受不到 你可能一张两张 你说配股配息 那可扣底税额 说实在话可能就是几百元而已 但是对大股东而言 这个张数是上万张的一个部分 鼓励 比如说像台积电 鸿海这些认真经营的公司 然后每年稳定赚钱 台积电的话 每年几乎都固定配给你三块钱 听说今年赚的还比较多 明年配给你三块钱以上 这就是鼓励配给你 但是它可以扣税扣底 但是现在是减半 所以要减半是不是也要关心一下 公司部分的税率 跟我们自己本身的税率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如果说你的税率是比较低的 你先前还有所谓的退税 对不对 因为你的公司的税率是可比较高的 你可以在索得最审报的时候 有所谓退税的一个部分 当然在这一块来讲 我认为所谓大股东 当然市场有预估说 是不是有所谓弃权息的卖压等等 但当然也许今年是第一年的实施 或许市场的反应上来说 可能会比较震荡会比较剧烈 也许有可能 因为大家会观察 对 因为这是第一年 但是如果你把时间 我讲实在话 你拉长去看 这个规则就已经定下来了 那可能过了几年后 大家也我们讲 调试好了 对 调试好了 其实比较中长期去看这个 这是有助于我们讲 这个整体国家的税收也好 我们讲这个整体去看 当然短线上会有影响 但是整体我认为对股市的一个部分 实际上拉长去看 其实往后的所谓 不管是除全息的一个行情也好 应该所谓的一个气息卖压 它是会减缓的 所以我就要问微量一下 虽然刚刚玉堂说 长时间来看 可是明年毕竟是第一年 所以大家会怕 我其实担心的就是 那我就不要参与配息了 所以就把它卖股票 把它卖掉 因为你鼓励扣底 是要减半的 会不会在明年第一年 气息卖压很重呢 缴税是爱国的行为 但是呢 结税是爱家的好男人 一定要做的事情 讲得好 OK 那怎么样结税 其实如果你长期持有一些股票 那这中间你又不想要说 因为额外产生这些税负的负担的话 第一种方式 你可以用个股期货 来做一个规避转换 什么 这怎么转换 但这个有限于就是说 大型的全资股 因为不是所有股票 都有它的个股期货 我们就讲台积电好了 对 比如说你台积电 那你原本是持有台积电 要配这三块的这个股利的话 你要缴税 那你可以呢 在这个除息之前 你先把你的台积电的现股股票 转换为持有台积电的股票期货 股票期货 对 可以这样转换 对 就我现股直接转换成台积电的期货商品 对 那这个三块的这个席值 它一样会反映在期货的价差上面 那我期货台积电的期货相关的这个商品 也就是台积电期货 对 它也会配席给我吗 它就直接反映在期货的一个这个价差上面了 它的价 所以你等同于实际上还是赚到 我懂了 但是你不用去缴这个个人所的税 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是蛮容易操作的 那现货配给你的席的三块钱 反映在期货商品当中的价格部分 没错 那很好啊 对 那当然所以第二种就 那哇 那你是一篮子这种全职股 你刚好 我们刚刚念到你都有 那怎么办呢 每一档这样操作又有点麻烦 辛苦了 所以就干脆我们讲就 个人法人化 公司化 就你变成公司 因为公司的盈利事业所得税是17% 你担不担心财政部看到你说的 不是 这是公开资讯 所以我们是告诉大家 你一方面怎么爱国缴税 一方面怎么样合理的结税 对 对 那因为你转换为公司的话 那你最高税率就17% 比起个人 如果你是高所得人 像刚刚玉堂讲 最高要变45%了 对啊 那第三种就是说 甚至呢 是变成外资化了 那这个大家也 其实有耳闻已久了 因为外资呢 它是用一个救援扣角分离课税 税率是固定20% 对 所以也是有一个结税的空间在 至少不会突然间冒到45%吗 对 我刚才说 这个威朗所讲这个东西 是有一个假设就是说 最好是除息之后股价没有变动 对 那股价没有变动 那确实那个价差的话 转到期货商品就OK 对对对对 万一如果 那个期货是涨跌波度大的时候 有时候做这个所谓的黑局的动作的话 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个波动度 那另外你说扣角这个所谓的这个额 从100%变成这个所谓的50% 其实我是觉得说你看我们 这个股利所得的话大概8000亿 并入重的所得就缴了2300亿 缴税就是说从股票市场就缴了2300亿 然后证交税一年700亿 这样就3000亿 补装保费项一年是480亿 这样就3500亿 你现在减半的话又多500亿出来 整个股票市场一年的话 就把你吸收3500亿 所以等于就说GU就是 也不是说就是专门在股票市场里面 想办法去抓这个东西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 其实说真的缴税是大家的义务 人民的义务没有错 但是所有头脑全部是往股票市场里面 这边钻 实在说真的也不是很公平的一件事 因为明年开始最高税率拉到45% 但是根据统计 大家想想什么样情况你会课45% 就是大概你的年收入是超过1000万 1000万嘛 但是其实年所得能够超过1000万 根据统计只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大概就上市会公司的董监士 那领董监酬劳的 这种其实有的是肥猫 如果公司绩效不好 小股东套牢赔钱 那你董监士坐永高兴 多小一点本来就应该的 那第二种人其实是外商公司的专业经理人 外商才有这么好的福利 本土很少听到年薪还可以有破千万的 所以这种外商公司 其实它现在就变成说有一种 就是人才会外移的一个现象 因为比如说有些公司它既然是外商 它可能有一些总部在海外 那它现在就把它等于挂帐 就挂到海外去 那人才就可能被国外 像香港最高税率只有16% 可能就跑到香港去做金融业了 所以这样一听就知道明年 马上就要上路楼财经新制度 还有一个像好多好多 多屋族的房屋税要增加 什么叫多屋族 它的定义是什么 赶快进广告 因为玉堂这个都是大家很关心你我的切身议题 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说新制度 民生跟财经 还有一个重点就今年快要画下句点了 可不说不知道 今年有在大家的生活常规当中 十大流行用语 大家常讲的 而且印象很深刻的 什么语言呢 世界教我们要成为领导者 却忘了教我们怎么把世界变好 那就成为一种改变吧 用热情调和勇气 把冷漠变成滑顺 Let's live 势在改变 势高力达 好窗户要配好玻璃 安顾立房侵入玻璃 探索 让你走得更远 创造 让你成为先驱 Citizen 好窗户要配好玻璃 房侵入安顾立房侵入玻璃 您现在收看的是前线百分百 这就是我变数要的发布 由三台湾 深量酒 六量酒 用了最实在国家挂宝酒 也是家庭幸福的意味 素人 干净 热龙龙 有三台湾 深量酒 六量酒 选后百人抢看降价屋 我怎么没跟上 别紧张 好房网降价地图超杀价大公开 想住哪 降多少 预算多少 便宜找好房 别再错过了 好房网降价地图便宜买好房 我要发达 我要发达 来来来 光泉送你千万发达金 现在买光泉 有机会抽中千万购物金 周周抽百倍现金 投奖独得三十万 年终千万要发达 光泉千万等你拿 哦 你这么长万贯哦 我才十倍要探测保佣啊 这啦 最保养的早餐 加倍优含葡萄糖胺 高钙高鲜 及五十岁以上所需关键营养素 早餐喝这杯胜过瓶瓶罐罐 对啦 加倍优 葡萄糖胺营养配方 天天喝行动力加倍优 唯唯乐 您现在收看的是前线百分百 你知道吗 变频冷气日本进口非常稀少 日丽变频冷气引进日本技术 研发第一台变频三合一空调 冷气暖气热水 日丽变频冷气销售第一 深蓝绝不错过 深蓝苏格兰威士忌 日币贬值去日本玩很胜 到Nissan买车更省 Nissan五高兴 率先反应日币贬值 全车系想五大优惠 价值高达八万元 这次跟您强调 2015年明年再过几天就明年了 好多名声财经股市相关的新制度 正式上落 来刺卡秀一下 还有一个跟房屋组多屋组有关系 明年的自用住宅的部分 当然它的税率比较低 三户以内大概是房屋税是1.2%左右 那比较这个我们讲 科学比较高 当然就是所谓的一个非自用住宅的一个部分 两户以内是2.4% 那第三户这个是做一个调高的动作了 它是你超过两户的话 你有第三户的非自用住宅 它的房屋税是要较到3.6%左右 这个就是先前我们讲对于这个政策的一个打房上来说 税率的一个调整 那第五个部分我们再去看 就是跟股民比较息息相关的 就是在明年就是6月份开始 不是明年年初开始 明年6月份开始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盘前撮合 这个地方就像现在有实施的是在期货 期货是8点半开始 会有所谓的一个试戳合报价 期货8点45分开盘 但是8点半会试戳合 那个试戳合是模拟的还是正式 正式就是有挂出来的 它当然叫试戳合 因为我们还没有正式交易 它试戳它会挂那个最近的五档 价量变化口书让你看 那都看得到咯 对可能的价位在哪里 就像现在我们比较能感受到的是说 1点25分到1点半 记得这个我们讲最后五分钟 以前常常是摸黑交易 还有印象盘 现在常常说最后一盘 怎么突然急拉急杀 那现在这五分钟 你看个股的部分 它是不是会有一个试戳合 也告诉你可能的内外盘的价位在哪里 然后它有一个机制是什么 就是如果说波动是大于半根 就是3.5%的涨跌幅 它会延后收盘 现在我们是有这个机制存在 对那现在这个东西是 明年6月要延到所谓现货的 开盘前 开盘前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我们讲有时候开盘一些个股 什么跳空开高 或跳空急杀 反应不管利多利空 会让投资朋友先准备 你才知道它开盘 可能的价位在哪里 而且这有个特点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有改革 期货是这样 你8点43分 以后挂进去的单子 它不能取消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地方 因为你要让这个价位 更能这个试戳合 不会有人所谓抽单什么的情况 这个是期货的一个规矩 那现货它目前是没有 那最重要的特点在 各股的波动模拟过大之后 它的开盘会延后 也就是说以后 我觉得这是保护投资朋友 比如说你在开盘前 我们知道很多人操作 可能就是盘前会挂价 但是你要挂什么价 这个就是关键 有些人是挂市价 去买或去卖 但是你知道有些个股 一开盘可能就是开很高 有人就定在涨停板 定在第一天板 定价挂 对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给 我觉得是保护投资朋友 都很重要 去做一个盘前的一个试戳合 这个是在明年6月 要去做一个实施的一个部分 好 那这个地方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我记得没说 应该是下礼拜开始 这个戳合的时间又缩短 变为5秒 那现在是几秒 现在是10秒 10秒 对 应该是 我没记错 应该是下礼拜一开始 戳合时间变5秒 那就戳得更快 对 就个股的一个 这个我们讲成交的时间 它会更快 我问你哦 如果把戳合时间缩短 那成交量也会更逼出来吧 对不对 照理来说应该是还好啦 反正我卖你买 赶快戳戳戳 然后就量就出来了 我认为没有这么大 但是它造成是说 有些个股的一个 所谓跳档的机制 不会这么明显 你知道吗 以前是我记得20秒戳一盘 你挂在那等个20秒 有时候累积的买单或卖单 会更大 那5秒是更能反映 及时的一个市场价值 交易所那时候是说 如果这样做的话 成交量可以增加什么6倍 增加它还有试算 对啊 但实际上像以前 我们就开放当日冲 不一定要融资 线股就可以冲啊 平板下可以冲 这个扩大几百档 那成交量还是391亿 所以这个有时候说这个就是说 就短线来讲可能有用了 长线的话还是要信心度 但信心度够的时候的话 它确实可以增加量能的作用 好那再来另外一部分就是跟我们这个年假要到出国旅游相关的 在明年的一个部分 我们讲出国可以攜带的这个 我们讲新台币的额度做一个提高 过去是6万 现在放宽到10万元的一个部分 就新台币而已 放宽到10万元 谁会出国带10万 这会不会太贵了吧 不一定啊 这可能我们讲这个个人的一个需求 每个人不一样嘛 对不对 我们讲这个操作上来说 就是出国你要去注意 当然不能多带 那另外看到就是我们讲这个 跟国民年金的投保金额有关系的一个部分 这个从过去由17,280元 调升到18,284元 那费率也从7.5% 微幅调整0.5%到8个%左右 所以每个月大概啦 从778到878 我们要多缴 大概100块左右 缴100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国民年金的一个保费的部分 我问你啊 明年从刚开始听到现在 怎么什么东西都涨价啊 对没有说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刚刚阿曼赛也讲了 这个股市要一直增加税收 我们讲这个台湾的政府真的太虚钱了 真的如此 怎么讲这个财政漏洞 真的太大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讲到现在 几乎不管是房屋税的调整 还有什么股利扣提税额减半等等 都是要增加所谓的一个税收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看到像是这个 劳保费率也做调整 对不对 从9.5%调高到10% 也是微幅调整0.5% 那我们的致富额 以最高上限的一个投保级距 43,900元做计算的话 每个月的一个致富额大概从834到878 增加大概50块钱左右 一个便当钱 对的一个便当钱 那雇主的负担从2919到3073 大概雇主要增加100多元的一个负担 那我问你 如果这个劳保费率连雇主的负担都增加了 那政府还叫老板要加薪水 有可能吗 要在明年 我认为其实机会真的不高 说真的 我不是说我们都想加薪水 在座各位都想加薪水 但是我们到现在的一个 目前的景气面看起来 好像真的机会并不大 对 明年的GDP也没把握往上 其实我们一直讲说 我们台湾都没有加薪 这个退回怎样 其实跟这个劳保还是真的有关系 其实08年到12年 4年的时间 劳保费率 基本工资 这些东西 其实企业增加了1.13兆的成本 所以企业它是有增加成本 就是因为劳健保动太大 一直往上移 所以还有基本工资有一些条 所以实际上4年的时间 它已经增加成本1.13兆 但是我们就觉得说 好像都没有加薪 其实跟劳健保一直 这个还是对企业 为什么就说 明明可以 为什么一直逼企业加薪 为什么它没有加很多出来 其实劳健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调高的部分 罚款当然它也要调高 从里面增加税收的部分 那这个我相信 大家都知道 这个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 抽烟要罚款600元 那并排停车的部分 也从最高1,200提升到2,400 那第三个算是新制的一个部分 就是汽车轮胎的这个胎痕 你如果深度不够 也就是磨损过严重的话 它要加重罚款3,000到6,000元的部分 这个是在我们在用路上行驶上 要去做主意 因为明年的新制度太多太多了 感谢今天玉堂还有好几位专家 帮我们做了补充 你我的权益 这些很重要 都得要每一条之道 可以说到轮胎业 或者是换轮胎等等 那就是我们国内的内需市场 也算服务业 因此想不想了解 我们国内服务业 应该说福利最好 最梦幻大家最想去的 请看排行榜 这个排行榜来自于一一 人力银行 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呢 吓一跳 本来大家认为第一名的 都是王品集团 集团吓得很好嘛 竟然王品被挤下去了 今年变成长荣航空 阿本赛 讲到长荣航空我就想到 I see you 金城武帅哥 这有关系吗 我觉得还是会让很多女孩子 会迷信 再演奏到 然后这个工作的话 这个工作的话 应该是很罗曼地克 很浪漫的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台湾你可以发现 就人口前几名的话 几乎都是服务业人口 你可以发现梦幻的话 你看以前的话王品 这是食品业 成品顶泰峰 这些一般的都是服务业为主 但是以今年为例的话 更加明显 你说长荣航航空 服务业 也是服务 其实这种工作 我觉得它压力也是很大 我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都觉得空姐 穿得很漂亮 然后看到 Coffee or Tea 这样子 可是跟大家说空姐 她的受伤率之高的 尤其在手腕 因为她要抬那个 很多空姐的手腕 都是有点受伤 对你看那个广告 有广告的话 身体顶泰峰 就是以空姐来说 这个是空姐身体顶泰峰 他就是用空姐来做代表 真的辛苦 是辛苦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真的金城武 从后面把他拉到第一名 这个梦眩的一个情况 哇这个梦幻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影响 所以长荣航空主要的 跳到第一名 是因为金城武的广告 对对 也不是滑航跳上去 也不是复兴航空跳上去 就是长荣航空跳上去 跟这个的话 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顶泰峰 你洗碗的也有六万块 你去哪边洗碗去 也有五六万块 对不对 所以原则上你可以发现 你看五十一块的 这个都是那个 然后也有五十六块的 今天那个顶泰峰 才在招聘员工 对 而且呢就是这个 服务人员三万九 然后还有包括厨师 师傅 都是五六万 好多人去应征面试 大部分都是两万多开始起薪 这个这样起薪的话 其实算蛮高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像顶泰峰这一种的话 我们看质卡的部分 也挤得很前面 一下子就变到第二名 那台湾高铁的话 慢慢现在已经开始赚钱了 那大家也觉得说 在台湾高铁上班的话 其实它的安全性 稳定度很高了 大概两万八 可是他政务员才两万八 不过有时候就是 其实我是觉得说 工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压力 比较没有那么大 因为其实像这个 团高铁从成立到现在 也很少听到 有比较有意外的事件 所以它安全度其实还算好 那另外的话 像王平 虽然从第一名降到第四名 但因为这段时间 王平的问题比较多 什么都有中奖 所以原则上 实安的问题 等一下那个中奖 等一下那个中奖 就是实安 所以它主要是因为这样 才退下 不过以它的企业的话 目前情况还算好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觉得还是有可能 它又会上来 它的店长有15万 区经理30万 对对 因为这个获利能力 还是蛮强的 因为它毕竟是个 餐饮业的集团 对对对对 甚至都可以配股票 对 所以原则上 就有那个想象空间 第五名 第五名的话 成品 因为其实你到那个地方 你会觉得说 它这个文雅的气息很好 就把自己的气质的话 都搞得好像很棒的感觉 就是念书 这个书香的气氛 就会搞得很好的一点 那我看我的资卡的部分的话 是这样 那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服务业的部分的话 一般在台湾都排得比较前面 刚才我们看的是这些推动 像星巴克也排很前面 就说星巴克 其实有时候它利润还是蛮高的 咖啡一涨它就涨价 咖啡一叠它就不涨价 它说第二杯半折 或是怎样 就鼓励去买第二杯 但是问题还是要钱啊 所以原则上的话 你可以发现这个咖啡涨价 咖啡叠它不降价 那像这一种的 IKEA 你可以发现大家都很想去这种公司上班 也就是说感觉上企业形象也不错 服务业国外的一个企业 电子业的话 大家比较喜欢去的是去Google 第一名是Google 听说它那边福利好赞 对对对对 其实你如果到美国去 包括Google苹果 他们的总部的话 哇有撞球间 有休息 有三温暖 有什么东西 那美的钥匙 其实以前我们前学版本也有介绍 他说他们里面有很多大企业 都配备得非常好 让你休息 以前像华硕或是怎样 好像也有很多地方的话都很轻松 Google大叔就在讲这个 但福利就看得出來好好 那國內第一名的是台積電 因為這個有時候這個以前配股票 有時候甚至那個阿桑的話都會配五張 那配五張的話如果股票 掃地阿桑可以配五張台積電 以前啦 現在我不曉得有時候那時候 好讚喔 對對 那鴻海 華碩這個比較穩定的企業 但是可以發現 現在大家比較向往的銀行業就比較少了 銀行業感覺上就比較沒有了 以前銀行業大家認為金融股的話 是金放碗 大家都願意到那邊 但現在銀行有很多已經就是 就是說所謂的這個被私人合併 比如說台北銀行被富邦合併 誰被合併 那一切都是以民語化為主 所以民語化為主的話講求是績效 那可能你不僅僅只是做銀行行業 可能你要賣基金 你可能要財務管理賣很多的商品 所以變成說工作就沒有像以前銀行業 那麼單純然後年終獎金那麼多 所以銀行業唯一上榜的話 大概就是以供應的台銀的福利的話 原則上是最好 所以台灣你可以發現 理論上電子業應該要排比較前面 因為台灣的外銷的話 是在我們的GDP的話 將近有69到71% 但實際上你看台灣的就業人口是68.5% 所以就業裡面服務業人口的話 佔68.5% 所以原則上比較向往的幾乎都是服務業 而且外生的服務業的話也蠻多的 我們在這麼一說才知道 如果一家公司真的品牌形象夠好 然後未來性夠福利也好 就會成為年輕人的